各位朋友好,我是小正哥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 氣舉式上步 勉強吧 因為氣舉要舉到上步去真的是陽程有限 我就試做看看 那這個呢是要給孔雀魚缸來使用 目前是還沒有安裝過濾器 可是隨著缸子裡面 這個小魚啊 越深越多,越來越大 決定說在 給他們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那這個就是了勝於五啦 我覺得陽孔雀魚用這個水藥精是蠻好的 但是要佔到缸子裡面的體積 那我們把它改良一下 變成這個氣舉的上步過濾器 開始做囉 首先一樣,我們把好朋友請出來圓翠 第一個步驟很重要 以前已經強調過了 就是記得把裡面的飲料先喝光 然後再洗一洗 好,開始 好,那這次沒有要掛牆壁 所以直接把這個給弄起來就好了 中間還是留個槓 就比較可以保持瓶子的形狀 好,接下來我們用剪的比較安全一點 好,這邊材料留下來,等一下還有用處 好,這邊材料留下來,等一下還有用處 好,這個我們工作孔開好了 好,然後再下來就是開一個洋水孔 好,那 有那個烙鐵的話就烙下去 沒有烙鐵的話就這樣子 先開一個,開個洞 太軟了 先往這邊 反向思考 欸,開好了 好,再來就剪個 米字形 好,我們的管線呢 是用到我們的好朋友 珍珠奶茶吸管 看可不可以 欸,可以了 好,就這樣了 好,接著我們要把這個吸管 改成彎頭 好,直接用這個吸管改就好了 我上次怎麼改的都很忘了 好 欸,是這樣嗎 好,直接這樣折下來 好,直接這樣折下來 對,好 那這邊再開個出水孔就是了 那這樣子就變成一個彎頭了 好,這個彎頭已經做好了 這樣子 好,我們把它火烤定型 好,我們把它火烤定型 好,等一下這邊再上個熱熔膠 欸,就變成一個彎頭了 好,這個彎頭已經做好了 像不像三分樣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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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再把它擠進去平身 我們從上面灑 因為這邊已經加工好了 來 這樣 等一下這邊先不要黏哦 我們看陽層夠不夠再來調整 那下面呢 呃,這個是平常撿的管柴 如果說你沒有這個管子 這邊也可以開洞 撿一撿 這個管子剛剛好 然後這邊吸管也套得進去 有點緊 可以的,沒問題 所以我們就取中間這一段 取一段下來 先取長一點 整個結構就變成是這樣子 這邊我們再一個封管 放在這裡 這裡要先打個洞 可以 這個因為有彈性 還蠻好處理的 弄開一點點 彎頭塞進去了 就這樣子 下面是結合這邊 上面是結合這個吸管 空氣從這裡打進去 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 看這個洋塵夠不夠 哇 太感動了 一次就到位 竟然可以打這麼高 現在做最後的 那個組裝 把它弄得圓滿一點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呢 用熱溶膠 就把它貼起來 現在固定好了 出水口在這邊 我們剛才說 留這兩片有一個功用 反正是指的 我們把它弄彎 然後烤一烤 讓它定型 比較硬一點 這個功能呢 就是我們以後要黏在這邊 用來扣住瓶子 防止它滾到水族箱裡頭來 然後另外這邊呢 我們再找個東西 把它架好就可以了 來這邊再固定一下 好沒問題 滿穩固的 然後現在就固定這兩個片 這樣子 不能弄錯片 量一下 在這裡 這裡 跟它靠在一起 更穩固 可以了 這邊有個 拉住的 這個力量 然後這邊呢 為了展現 戒毒的決心 連牌尺都拿出來了 沒有啦 這個很久沒用了 反正也是 看一看也是這個最順眼 就這樣子 鋼子 然後這邊就可以 跨到另外鋼子的那邊去 這太長了 我先不要剪了 沒關係 先稍微的黏一下 看可不可以 哎呀我心愛的牌尺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哎呀不行 下來了一點才對 對 好 那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再去現場 試車試看看 打氣機在這裡 風管接過來這裡 然後往下 到那個位置 然後氣泡往上打 好 順便就把水帶上來了 等一下我再放個綠材給大家看 好那這邊 漸水很嚴重 可以用個白棉 讓它不要漸那麼高 就可以了 好這是我們放上綠材之後了 好像水流變平整了 是不是 哎呦 按照慣例 我們過了一個禮拜 我們再來看 這個 的確有一些過濾的效果 真的濾出了一點點的東西 白棉都換了顏色 然後這邊呢 是會漸水 所以 我用個白棉把它蓋起來 也解決了這個問題 好 果然有濾到一點點東西 噢噢噢噢的 那這個過濾效果呢 我們來看看 現在 魚缸裡面 哇 好 真的是有 達到這個 生物過濾的效果 水質已經清澈了很多 那 你會不會覺得疑問說 我為什麼放這個綠材 珊瑚谷 最近我注意到 這個 這個魚缸水質的 酸鹼度了 那 孔雀魚它 照這個網路資料 就是說 6.8到7.8的pH 指中間 就是中性偏鹼 所以你放一些這個 珊瑚谷的過濾是可以的 很多人也這麼做 然後像這個石頭啊 這個也是海裡面的石頭 本來是用在海水缸的 那現在也用在這邊 調整酸鹼質 有聽說 這個酸鹼質會影響 孔雀小魚的性別 我是不知道 反正就 就這樣看看啦 這個又是一個爆缸的前奏 那 後續如何 我再分享給朋友們 這個就是目前 孔雀魚缸最新的狀況 那今天我們做這個 氣局式上部過濾器 雖然看起來涼光涼光的 可是效能是還可以 總比以前沒有過濾的時候好 那就分享到這裡囉 好 這裡是小鎮的正式世界紀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